1937年落成的新竹洲自治会馆 始于对新竹洲自治制的纪念 会馆内规划撞球室、烧烤间、宴会厅和阳、日式房间 并透过大量开口设计引入历史湖畔美景 可说是官方经营、作为重要贵宾与自治团体会员各种聚会与住宿的设施 入口处车技的设置是为了便于直接驱车抵达大厅入口 一方面反映了汽车时代的来临 另一方面也是表现建筑气派华丽的象征 日本制台初期多使用红砖建筑 直到1923年 日本关东大地震 许多红砖建筑倒塌 灾后日本改采用耐震性较佳的RC结构 而外观类似红砖 多用于建筑贴面的赤小口瓷砖 也因此被黄褐色系 具有钩纹 能表现出阴影的效果 感受扑植温馨的北投产瓷砖取代 台湾光复后 新竹州自制会馆在1970年代由新竹市宪兵队进驻 四周也建起了高墙 属性转为军事机密空间 会馆内部空间也随之调整 并增设后洞建筑作为宪兵队的寝室 1999年 因应玻璃工艺博物馆的成立需求 将内部小空间整并为适合展示的空间尺度 一楼服务台旁的楼梯和圆柱 是自制会馆时期的原物 楼梯的扶手下方 开设平行四边形框 并于框内设置栏杆 一旁的圆柱柱头 更有着精美的泥塑纹饰 再再显示出新竹州自制会馆的气派华丽 再显示出新竹州自制会馆的气派华丽 再显示出新竹州自制会馆的气派华丽